大家好,欢迎来到美厅,下面与大家分享的是永远不要对自己做的八件事,希望你喜欢。 1.不要在冲动时做出决定 每个人都有情绪激动的时刻,当你在感到委屈和愤怒时,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,可以深呼吸几秒,也可以三四几秒。 无论是说一时的气话,还是做一件气势,最终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麻烦,甚至是无法挽回的损失。 但凡在冲动时做出的行为和决定,多半都是会让你后悔的。 有时,话说出去就再也受不回来了,人走了之后就再也无法挽回了,机会错失以后也再不能重来。 当你激动时,克制自己的冲动就防止了大部分灾难的发生。 2.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 无论在任何时刻,都要学会凡事靠自己。 不要奢望在你感到痛苦时,会有人给你安慰。 也不要奢望在你落难时,别人会拉你一把。 更不要奢望在你感到绝望时,会有人救你于水深火热之中。 在这个世上,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对你好,别人帮你是情分,不帮你是本分。 唯有当你做到自立自强,做到凡事多求助自己,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时,你才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保护好自己。 当你学会成为自己的山,也就有了最强大的依靠和仰仗。 当我们学会了成为自己的伞,也就不再怕人生中的风和雨。 三,不必把自己的苦告诉他人。 每个人的生活中,都有各自的不容易。 有时你的苦,别人无法感同身受,也爱莫能助。 有时你的累,别人无法替你分担,更无法帮你承受。 对在乎你的人来说,你过得不好会加重他们的担心。 对不在乎你的人来说,你过得不好只会让他们看笑话。 都是成年人了,学会把情绪调成静音模式。 要学会自我消化,要学会自我解压,更要学会自我调整。 无论是身上的痒,还是心上的痛,别人都帮你挠不下来。 与其大声宣扬,不如学会默默消解和承担。 四,不与无关紧要的人和是纠缠。 每个人的时间,都是最宝贵的。 有时遇到不值得的人和不值得的事,不必纠缠,不必较劲,更不必与其产生矛盾和争执。 也许有时你争赢了一时,却浪费了一大把如生命般宝贵的时间。 有时你争输了一时,还会让自己产生各种懊悔和不甘。 人生苦短,时光荏苒。 值得你爱的人和是那么多,何必要花大把的时间,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中打转。 当你把自己耗在不美好中,自然就会错过其他的美好。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,不是为了添堵,也不是为了生气,而是为了找更多和得来的人,去做更多喜欢做的事,以及去过渴望拥有的人生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,但我们总是会特别在意他人的评价,害怕得不到他人的认可,害怕得不到他人的祝福,害怕被他人嘲讽和挖苦。 生活是你自己在过的,旁人无法真实地体会。 鞋子在光鲜亮丽,穿着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知道。 杯子买得在高端奢华,是冷是热只有你自己知道。 房子买在大在好,心里是否快乐也只有你自己知道。 你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和决定,都要问问自己,喜不喜欢,愿不愿意,合不合适,而不是为了试图去取悦他人。 毕竟别人给你的评价再高,都不及你自己过得好更实在。 六,不要总是跟自己过不去。 在生活中,我们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人和事。 有时你觉得是他人故意针对你,其实是你太在意而已。 有时你觉得老天总在跟你作对,其实是你为难自己而已。 人这一辈子,不如一知识十之八九。 如果走了弯路,及时掉头就好,如果爱错了人,及时止损就好,如果做错了事,及时改正就好。 不要过分地自责,也不要过分地懊悔,毕竟错了就错了,过了就过了,错过的就错过了。 如果你总扭着错不放,最终只会折磨自己。 只要你愿意给自己一条新的出路,一个新的开始,一次新的改变,就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你的人和事。 七,不要羡慕任何人的生活。 许多时刻,我们总羡慕他人的人生。 其实,在这个世上,每个人都是一块缺了脚的圆。 当你只看别人光鲜的一面时,也就忽略了他们暗淡的一面。 当你只看别人快乐的一面时,也就看不见他们痛苦的另一面。 当你只看到别人得意的一面时,也就忘记了他们失意的一面。 其实,如果把生活拆开来看,每个人的内里都是千疮百孔的。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别处才好看。 可当你在仰望别人时,别人也正在仰望你。 真正有所经历的人,不会去羡慕任何人。 因为幸福的人生都是相似的,但烦恼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。 八,不要让自卑困住你的人生。 在生活中,我们总是容易感到自卑。 我们总是怀疑自己不够好,于是没有勇气站在舞台上表现自己。 也总是怀疑自己不值得爱,于是不敢接受别人的爱。 我们也总是怀疑自己够不上好的人生,于是没有勇气去大胆尝试和追求。 人在任何时刻,都不必妄自菲薄。 在这个世上,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。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自由和爱,想要的荣誉和光芒,想要的突破和挑战。 当你都不相信自己时,别人也很难相信你。 许多时刻,消除自卑最好的办法,不是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肯定,而是当你相信自己的那一刻,你就得到了最好的肯定。